王宇金好撒30万当校女日本游 许贵亚命好玉好婆婆 过年只需当二厨 王宇金及许贵亚去年分别接手 主持三立新闻台政论节目 前进新台湾及新台湾加油 都获得不错都反应 王宇金表示 非常欣慰的是主持9个月 已经领过4次公司给的收市奖金 非常大的鼓舞 特别是每天收到很多观众赞美 说节目节奏好看 主持很精彩有自己的风格 论述很有道理 当然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 而许贵亚则觉得 主持政论节目是甜的 至于主持的好不好 准备功课到不到位 其实观众都在看 喜欢的铁粉很多 常常在App或是粉专留言 有了观众的支持 怎会不甜 又单引号 当然作为媒体人 收视率是绝对指标新台湾加油 长期占据前80大收视排行榜的前段班 走在路上被眼尖的政论 控发现的几率也更多了 他笑说 支持节目的铁粉 请不要害羞 欢迎来跟贵亚合照 又单引号 过年最特别的习俗 王宇金的家子女包多少红包 爸妈会加码包还给你 跟许愿池一样 王宇金都觉得自己很像诈骗集团 每年过年还是厚脸皮回家蹭饭吃 蹭红包 吃完饭一定会打麻将 笑称非常热衷发扬国粹 此外 王宇金说 今年过年终于可以出国 大年初依旧出发日本孝青行程 笑说孝顺老的 孝顺小的 因平常无法请假 所以趁着过年赶快出发 爸妈也是只有休过年 这次可以说是砸中金买机票 光机票花了三十几万 可是几足的大红包 又单引号 许桂雅最近每天赶路过年存档 才有办法陪家人一起度过春节 她家过年习俗基本款 就是拜地鸡主 不知道是谁流传下来的传说 地鸡主爱吃鸡腿 每到年前 鸡腿可是一腿难求 由于婆婆是摩登现代人 所以她当媳妇很自由 过年就是放店 出游 除非寄养 否则不入厨房 婆婆如果烧菜的话 她会是总铺湿的水脚仔二厨 帮忙窃窃污鱼子 透抽之类的 而说到红包 包红包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今年不能比去年小包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是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在评论部分 您好奇奇怪 您好奇述 就此地 我们一起刺你 我们一起去 bonds